在迎新周里,我了解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。 他们正在帮我们办理保险和其他手续,这对我很有用。 我看到很多学生都来到这里,他们的处境相同,所以每个人都有点迷茫,有点迷失方向。 你甚至可以看出来很多人都有时差,但这里的确有许多对我们有用的信息。 这是美国莱斯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周,许多学生正在这里适应他们在美国的头几天,但即使是对那些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来说,对于学校,他们也有很多需要了解。 我自己并不了解国际学生应该怎么做,而且国际学生服务办公室也告诉了我们,即使你一直住在美国,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 我决定来莱斯大学,因为我考虑了许多方面,比如天气,我不喜欢寒冷的天气。 这里非常炎热,非常潮湿,我来自北方,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 学生们要适应德克萨斯州炎热的天气,他们常常讨论天气,许多人最想念的也是家乡的天气。 当然,家人和朋友都很重要,而且你总是会思念他们,但是我最思念的就是家乡的天气,这是我每次见到新朋友时经常讨论的话题。 我一直忙着适应修斯顿的生活,所以我没有时间错过任何东西。 我在想,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会想念食物,这可能是最正常的事了。 修斯顿,我听过很多关于修斯顿好的方面,我之前没有到过美国,特别是德克萨斯州,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挑战。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会来德克萨斯,但是我真的来了。 虽然有些人说他们对修斯顿,德克萨斯或者美国大学有陷入为主的看法,但大多数学生都建议在这里学习。 我鼓励每个考虑来美国的人都去尝试尝试研究生教育。 这些课程的国际组成部分是主要优势之一,他们确实希望你们来到这里,他们确实想要国际学生。 美国学生希望与国际学生交流学习,这真的很酷。 美国之音,夏莱,休斯顿报道。